公民監察到行政公職局申请确认提名委员会资格 参加新一届立法会选举 公民監察向公職局递交500个提名 将会组成五人的名单 参选新一届立法会 林博会排在名单受惠 所以吸收了上届经验之后 今年我们就觉得所有工作都是比较顺利的 希望我们今次的目标就是取得一值 我们都希望可以拉近到这个距离 我们就会全力以赴一票一票地回来 对于早前有一名候选成员退选 他说虽然对工作有言误 但对团队的具体工作和政綱影响不大 澳门电视台记者陈建明报道